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到中年 这些人就别再联系了 毫无意义 人生如梦 年黄亦老 卖个四十岁的坎 人到了中年 美好的新春成为消失的过往 岁月留下的硬核里 落寞与辉煌交织 遗憾和喜悦共存 人到中年才发现 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一开始那样 陪伴在你身边 一路走来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大多成为了陌路人 与自己分道扬镳 日久见人心 时间会扯下他人在脸上的虚伪的面具 善于经营人脉的中年人 已经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将身边人划分出远近亲疏 但仍有一部分中年人 喜欢广结人脉 在人际关系上 耗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消耗 人到中年 应该及时斩断和一些人的联系 把精力和时间花费在自己 真正热爱的事情上 以下这些人就别再联系了 毫无意义 一 表里不一的同事 人到中年 在职场上已经有着一定的地位 很多人事业逍遥所成 同时在职场也有了自己的人际圈 然而职场中的友情 可能会因为利益而变质 一些同事为人形式表里不一 表面上对你热情满满 背地里却唯利是图 这种表里不一的同事 善于拉拢人脉 一旦有利可图 就会故作热情 但如果与你存在利益分钟 就可能在私下里使用一些手段 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职场上交友时 应仔细辨别同事的人品 倘若他真诚以待 你可以用真心回应 但如果他拔面玲珑 表里不一 要时刻提访他的所作所为 不要和他走得太近 人到中年 不要为了人脉在职场广接好友 要仔细争别 宁缺无烂 二 有来无往的同学 有来有往的同学情更容易长久 真正想要认真经营同学情的人 不会因为迎头小利破坏和同学的关系 人际交往中 有来有往即是对彼此的尊重 也是一种对等的交往方式 而有来无往的交情 常常伴随着付出层面的不对等 贪图利益的人 总是想从别人身上占小便宜 他们收到同学的赠礼时 要么不回赠 要么回赠价值相差较多的回礼 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缺乏金钱 而是缺乏真心 在利益和感情面前选择了利益 贪图一时的迎头小利 人到中年要明白 平等的同学情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 以成相待的基础上 一个缺乏真心的同学 不值得你继续尊重 遇到有来无往的同学 还是远离为妙 三 虚情假意的亲戚 亲情是一条难以割断的纽带 亲人之间的相互扶持 能够让彼此更好地度过难关 过上更好的生活 遗憾的是 并不是所有亲戚对待亲人时 都真情实意 一些亲戚虚情假意 表面上与你亲密无间 但在你遇到困难时 却不愿伸出援手 他们的关心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一旦要他们付出时间 金钱 他们就会找出各种借口推迟 甚至还有一些见不得你好的亲戚 会在你陷入困境时 落井下石 嘲笑你的处境 人到中年 亲戚是否真心待你 已经能够看得很明白 不要让血缘关系 成为限制你选择的因素 也不要怕斩断联系后 招致非议 这使得你应该过得更加洒脱 不再联系虚情假意的亲戚 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四 敷衍虚伪的朋友 闲香时 与好友三杯两盏 小酌几口 是生活中的一大情趣 但酒桌上出现的 不仅仅有志友亲朋 还有一些敷衍虚伪的朋友 这些朋友 与你把酒言欢 不过是逢场作戏 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 与你交往 也不会重视和你这份友情 在你遇到困难时 这些敷衍虚伪的朋友 也不会成为你的后盾 真正能够支撑你走出人生困境的 还是身边关心你的 呵护你的 自有亲朋 当你的身边围绕着这些酒肉朋友时 就免不了付出时间 尽力去应付各种吃喝玩乐 与他们的交往 只是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 即使与他们断了联系 把时间花费在你深爱的事情上 才能让生活锦上添花 人到中年 和岁月一同增长的是人生阅历 见多世广的中年人 更容易看清身边人的品性 倘若你的身边有表里不移的同事 有来无往的同学 虚情假意的亲戚 或者敷衍虚伪的朋友 应该及时和他们断了联系 毕竟时间无法追回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尽力去经营没有意义的友情或亲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